我觉得住下它是一种比较偏于冷的 或者是偏于阴份的一种状态 其实它还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阿伯虽然说它很累 但是它也很烦躁 它为什么会有烦躁呢 因为属性炎热 它跟简单的 因为出汗过多 引起的这种叙事不一样 它还有些抵热在里面 所以A也是对的 那么当然第三个呢 就是说属性 属多夹湿 这个选项 那么这个选项呢 它也是对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属天的话呢 它除了热以外 它尤其是在广东会感到闷 而且如果是说 我们本身脾胃就不好 再加上有湿困在那里 那它的脾胃就更加不好 一方面你大胆的汗出去 缺了这块东西 另外一方面呢 那你又没有东西去帮它补充 那这样的话呢 就造成了这样的症状的产生 所以应该来说 A B C都是对的 那么属它的本性呢 是不会下降的 大家看到这个夏天的都是蒸腾的 如果是下降的话 应该是秋到冬 秋收冬藏 秋是收敛的 冬是生藏的 那我想问一下呢 刚刚我们讲到 A B C都是对的 那其实它不同的一些类型 其实它的危害 是不是都是相同 还是会有各自的特点的呢 注下呢 它是一种状态 或者一种病 但是其实不同的人 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注下它 根据它的这种特点 我会分成四个要点 和两个阵型 哪四个要点呢 首先我们知道 它肯定有阴虚 或者叫阴精的亏虚 刚才讲的出汗多了 所以它会有口干啊 是吧 想喝水啊 有些人喜欢喝凉的一点的水啊 这都是一些阴份不足的表现 这是第一个要点 就是阴份的不足 那第二个要点呢 是气的不足 我们主要讲的是脾气的不足 因为本身它这个 素体是亏虚的 那么再加上呢 出了汗以后呢 伤了这个阳气 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 胃口不好 没有精神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是第二个要点 就是气虚 那么第三个要点呢 就是湿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 说一方面 你本身这个天气就很潮湿 那么天气很潮湿的话 它又会阻碍脾胃去运化 又会阻碍脾胃的运化 那么第四个要点呢 就是别忘了 这是暑天 暑天还有热 所以根据这四个要点呢 我们就大致上把这个住下的病人呢 分成两块 一块呢 是这个人虚多的一块 就是叫做气阴亏虚型 就是气虚的加上阴虚的 那么气虚的呢 它的主要的症状呢 就是疲倦啊 不想吃东西啊 那加上阴虚的呢 就是口干啊 然后呢 想喝热水啊 想喝凉水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是一型 那这一型呢 就是偏虚的一型 那么另外的一型呢 虽然它本身身体 也是比较差的 但它没有那么虚弱 那么它就是偏食的一型 那么偏食的一型 我们就认为它是 湿和热加在一起 就这个人可能会有些烦躁 另外呢 它有一些口里面发腻啊 身上发黏啊 这样的一种情况 就是说一般住下就分为这样 从四个要点的 把它区分成两块 一块是偏虚的 一块是偏食的 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陈主任 就是呢 这种的住下它的症状 会不会有年龄上的分别呢 就是说年纪大一点容易得点 或者年纪轻一点呢 它就不会那么容易得 中医有哪些食疗和药腺方 可以调理住下呢 你知道吗 清暑益气汤 生物散等调理住下的中医名方 是由哪些部分构成的呢 我们在炎炎夏日的饮食中 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下一节回来 内容更加精彩 千万不要走开 上海就害怕上海 上海就害怕上海 今次生活是最嗨 来吧最嗨 今次生活就最嗨 这台冰蓝 今次请过 炎炎夏日 我要肌肤 喝一杯清爽特饮 欧丽美肌清爽木浴炉 一身清爽 十分水润 喝出门分美肌 欧丽 美来医学美肤区斑 对症治疗 逐层击破 区斑 紧肤 恢复肌肤年轻 健康静白 专业医师团队 信心保证 美来医学美容 这个风湿骨病很多年了 喝红茅药酒 关节病腰腿痛呢 喝红茅药酒 风湿骨病关节疼痛 神虚要算脾胃虚祸 你也尝尝红茅药酒 百年红茅中华老字号 完美就是从头到脚的精致 爽健私油电动收足机 轻松快速去除足部粗糙死皮 丝华相足 全方位宠爱自己 足够精致才是完美 散见 灵胸秋蛇 牛气十足的力量 配合灵活的转身 入了了 麦当努激情桑巴香煎饼 激情五山长 荣耀杜天良 注意一下他的症状 会不会有年龄上的分别呢 就是说年纪大一点容易得点 或者年纪轻一点 他就不会那么容易得 相对来说年纪大的人会容易得一点 但是毕竟我们讲的是 他是气血亏虚或者是脾气亏虚 所以现在也不一定是说年纪大的人就虚 年轻的人也未必见得就不虚 我们还是讲他的体质 只是说相对可能年纪大的人虚的会多一点 根据不同的症状和成因 中医将注下主要分为 气阴两窥形注下 同鼠湿困皮炎注下两种 日常饮食调理中 有什么好的食调方来调备 不同类型的注下呢 来看第二题 吃什么可以预防注下呢 A.酸梅汤 B.绿豆糖水 C.饮凉茶 D.太子生蜜棗煲瘦肉 我觉得D应该是对的 保守估计D一定是对的 但我总是觉得D的话 会否太热呢 因为太子生不经有保气 是 会否令阳气太温热 像我们这样喝了味不淡 珠蟹已经说明 有人是虚的 所以肯定有一味是保虚的 这个实体很虚 四题选有数 那倒是 如果多选来说 多选 大包围会比较好 我觉得四题都对 根据不同的体质 你们喝什么 是 讲到吃什么可以预防注下 这里面有四个选项 我们刚才讲过了 其实注下呢 它是有两种不同的状态 或者两种不同的类型的 那我相信呢 如果是我们广东 可能首先会选凉茶 对吧 因为凉茶 我刚才讲过 是广东的特色来的 而广东人在配五凉茶的时候呢 它会有很多讲究 实际上 在凉茶的选择方面呢 一般来说 如果是属于 我们刚才讲的 鼠热型的 或者是湿热型的 这一类的体质 就刚才讲的那种 就是活动以后啊 出饭以后是好的 那么这个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但是如果是虚的 那就大家就不要了 那么至于这个太子僧呢 可能大家就觉得特别的困惑 因为毕竟是夏天嘛 也很热嘛 你在这个时候吃太子僧 又吃蜜枣 会不会这个 太过上火 我深信你读功读是可以的 会不会太过上火呢 这个应该来说不会 这个一定要看体质 就是刚才讲的 如果说你 你睡了一觉起来 你都觉得很累 然后活动了又很累 那说明什么 说明你的身体 已经虚弱得比较厉害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你一味的是去气湿清热 那可能他的本体 身体就受到的损伤就更大 所以他也是一类 可以适合的人群 去服用的东西 只是说大家在刚才 为什么要教大家 怎么样去分辨它 那可能就是为了做这个事情了 要不然的话 你说这个东西好 我们大家都去吃 其实不是说 每一种方法 是适合所有的人 而是不同的方法 它适合不同的人 所以我们首先要去分辨 你是哪一类人 然后你才去运用到这样的方法 那么至于绿豆糖水呢 其实北方人他喝凉的 就比如说喝绿豆啊 都是凉的 而广东呢 他包绿豆糖水是热的 所以很奇怪的 我刚来广东说 我说这个东西 糖水应该是凉的才对啊 它为什么是热的呢 另外为什么要加糖水呢 为什么不像北方说 加绿豆粥呢 是吧 或者煮绿豆水呢 这它是有技巧的 首先一个呢 因为糖是甜的 甜它可以补中气 甜是入肝的嘛 入皮的嘛 它可以补中气 肝是入皮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绿豆是凉的 但我加一点东西上去 它就没有那么凉了 另外一个呢 我再把它一煮 它有火气 这样的话 它就没那么凉了 那么至于这个酸梅汤呢 可能南方会少一些 那北方会多一些 北方人到了夏天呢 是比较喜欢喝酸梅汤的 尤其是吃了火锅 也喜欢喝酸梅汤 那么酸梅汤 其实它有什么作用呢 首先酸梅汤 一般都是凉着喝的 对吧 它不会说热着喝的 所以凉 它就可以去热 所以它解决了热的问题 第二个酸梅汤 它的主要成分是乌梅和山楂 那它可以醒皮 就刺激这个消化 所以它就把这个皮须 这个问题就给带住了 那么第三呢 中医讲酸肝可以花阴 就是甜的加酸的 可以转化成水分 阴液 所以你看我们旺梅止渴 为什么你旺梅它会止渴呢 就是酸肝可以花阴 它又把这个阴分给你固住了 所以它就基本上 解决了三个问题 但是为什么酸梅汤 它不是南方喜欢喝的呢 因为它漏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湿 对吧 所以你看广东 为什么喝酸梅汤的少 就是它能解决热的问题 能解决皮须的问题 能解决阴须的问题 但是它解决不了湿的问题 实际上它也是可以用的 那就是说你要是看情况 如果说你湿不是很重的 也是可以的 那么当然我们在广东 我们当然更多地推荐大家 比如说酱茶 或者绿豆糖水这些呢 它又可以去湿 又可以健脾 又可以补气 那包括煲汤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 其实真的学了很多东西 是的 没错 你会发觉很神奇的 因为有的时候经过我们陈主任讲解 原来绿豆糖水里面有这么多的一些功效 和一些巧妙东西在里面 所以说很多老人家就说 你不要管什么理由 终不知一直 以前的人都是这样做 都是这样煲 其实真的有些道理 没错 其实我还想问陈主任 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 平时我们的食材当中 有哪些都还可以预防住下的呢 我们在夏天选择的食物呢 肯定是选择一些没有那么油腻的 比较爽口的东西 比如说莲藕啊 它也是偏凉的 黄瓜啊 木耳啊 冬瓜啊 煲汤 它为什么去选择这样的东西 无非就是 一不要给胃肠增加负担 第二的话呢 相对来说呢 选择不要那么热气的食物 第三的话呢 就是这些东西 可能汁液会比较多 你比如说黄瓜的那种液体也比较多 莲藕呢 它是虽然有脆的 但是它也有那种液体的 所以通过这样的选择呢 一方面呢 使到你的脾胃不会受伤 另外一方面呢 又可以补充你所需的这种 这种阴份的东西 气阴两虚型 以阴虚为主的 可以使用酸梦汤 气阴两虚 以气虚为主的 可以使用太子心蜜棗煲瘦肉 暑湿困皮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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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湿的用广东凉茶 暑湿困皮症 暑湿的用绿豆糖水 其实除了食谅之外 中医还有很多有名的中日方 都可以有效对自注下 那究竟有哪些名方呢 马上来了解一下 哪些中医方可以自注下呢 A.清水液气汤 B.生蜜散 C.薄薄下铃汤 D.里中汤 到底选择哪一个方法 或者哪一个方来治疗呢 那么就要看它的特点了 那么如果是说 这个人是七阴两虚为主的 那么最好的话呢 就是生脉散 你看这生脉散三个药 人参脉冬五味子 人参益气 脉冬呢是养阴的 那加上五味子 酸 肝又可以化阴 所以这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纯虚症的 没有湿的 那么如果是说 这个湿热为主的 那么我们的下面 这个霍普夏铃汤就比较好 就是刚才讲的 身体很困重啊 又烦躁啊 活动以后就好的 这样的一类人的话呢 就选择这个方比较好 为什么比较好呢 这个方里面呢 有些东西 大家是比较熟悉的 蚁人是比较熟悉的 对吧 蚁人大家都知道去 蚁香也是一个方香化石的药来的 这里面还有一些像杏仁 也是有去湿的作用的 浙蟹啊竹林这些呢 都可以沥水 水可以让小便去 所以这个方呢 是一个偏向于 这个湿和热的方 刚刚讲到这个夏铃汤 我看到里面有一样东西 叫蚁香的 如果有些观众说 哎呀这么麻烦 要收拾这么多东西 我直接就在家里吃霍香正气丸 那其实行不行呢 蚁香蒸气丸呢 不行 因为什么呢 因为蚁香蒸气丸的总体是偏温的 它是适合于寒湿型的 而这个霍普夏铃汤呢 它是偏凉的 是适合于湿热型的 因为不要忘了 我们刚才讲过 首先还有一个要点是热 别把这个要点忘了 它这四个要点 你一定要记住 那么能不能用一个办法去治疗 这个所有的症性 那么从条理上是不行的 但是从方药上是可以的 所以呢 这个有一个叫做 李世青熟义气汤 那么这个李世青熟义气汤呢 它是一个中医名家 叫李东元 他发明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组成是非常有意思的 它这个组成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那个药量很小 两分三分 一分的话就是三克 药量很小 第二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讲四个要点 首先 鼠天有热 所以这里面有什么呢 有葛根和黄柏是清热的 把热解决了 对吧 第二呢 你不是有诗吗 那么有诗 我有择谢 仓族是去诗的 对吧 第三的话呢 你不是说我阴份少吗 那我人参 卖东 刚才讲过了 这不是生卖伞了吗 又一气养阴 那么你皮不够 那我有北齐来健皮 有白竹来健皮 所以这个方基本上就是 它为什么叫清鼠一气汤 它就是把这个 鼠天鼠湿这种 注下的状态的 所有的可能性 都包括在里面了 所以这个方呢 应该是一个 我们叫做通制的方 然后呢 你看了这个方以后 你有办法 我教你什么办法呢 你可以拼积木 比如说 哎呀 我其实没有那么热气 那怎么办呢 那我把这个葛跟黄柏去掉 对不对 可以做下家节法 对啊 比如说 哎呀 其实我很招热的 我不受得那么补的 那我可以把 北齐啊 人参 我可以减一点 或者去掉 所以它真的是 这个配武的时候 它是想了很多东西的 它不是说简单的大包围 不是说 我就一向 我就把它堆起来 而是根据这种 药物的特点 特性 和对人体的 这样的一种作用激励 来创造这种状态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用药很轻 为什么用药很轻呢 不要败胃 因为中药其实很难喝的 对啊 你喝了以后 你本身身体不好 你喝了以后 又想吐 又不想吃东西了 所以它用量非常少 就是轻轻的 然后又能够调整 这样的作用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清暑液气汤 那它是适合 我这一段时间不舒服 我天天不停喝 还是 应该那个量 怎么去把握呢 它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方呢 它的组方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就是说 如果说要用 那么可能呢 有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让医生看过更好 就是你还是要掌握一下 毕竟它里面还有北齐啊 是吧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 选择煲汤的时候 我都不敢用挡森啊 我都是用太子森啊 就是还是要小心一点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我确实是要试一下 那也没关系 你可以吃三两剂 就是试一下反应 如果说反应有效的话呢 那么一般来说呢 就不要超过一周 嗯 没错了 其实大家拿支不计低 那时候也要听 从我们这个陈主任的建议 有些时候问过医生 咨询过 你再去用药会更加好一些 当然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几种中药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中药 都可以做到这样的条例 或者一些小偏方 你知道现在都市人很繁忙的嘛 你真的要去执药的话 又要扎又要煮, 那么很烦 有没有那些我想很简单而行 或者一冲就可以的那些可以喝的呢 在前面的节目里面 陈教授和我们介绍了不少 中医调理住客的食疗方和中药方 不过对于上班一族来说 可能就不是这么方便了 有没有一些适合平时工作很忙的 上班一族的调理方法呢 吹胸调有什么小竅门呢 经常吹风扇 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危害呢 下一节回来 陈教授将会和大家分享一些 简便意行的房住客小偏方 内容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看 我美 我美 九朵玫瑰 逐层击破 须斑 颈肤 美来 医学美肤 须斑 动起来 就现在 Everybody sing Everybody shake your body Put your hands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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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看不到投射就没投射 来做个测试吧 新星级海飞丝 能深入去试 效果摆在你眼前 小头试都走不掉 去试实力派 当然海飞丝 主层击破 驱斑 颈肤 美来 医学美肤驱斑 这个风拾骨病很多年了 喝红毛药酒 关节病腰腿痛呢 喝红毛药酒 风拾骨病 关节疼痛 神虚要算脾胃虚祸 你都试下红毛药酒 百年红毛 中华老字号 我不要干燥 速播我 飞十二个钟都一样 欧丽捉水蓝精灵 微分子锁水系统 锁水力加倍 肌肤常常都这么水型 碰碰不停 水酿动力系列 欧丽最美的你 美来医学美肤驱斑 对症治疗 逐层击破 驱斑 紧肤 恢复肌肤年轻 健康静白 专业医师团队 信心保证 美来医学美容 大便干净,时间长 蹲得头云无力 排便量少,肺力 谷出心脑疾病 这些都是老便秘的症状 老便秘是你的长度病了 要用药来医 同制便奶通茶 治疗老便秘专用茶 老便秘是病 只是通不医不行 便奶通茶医好的是长度 解决的是便秘 再也不用担心马桶意外 这个便奶通茶 就是我们老人医便秘的专用茶 一喝抢就肉 早上喝,晚就通 准时,量多,还不浪费力 多年的老便秘医好了 做什么都有力 老便秘,药解决 认准同制便奶通茶 热烈祝贺同制医药 在新三板隆重上市 厂家特别推出便奶通茶优惠装 原价178.8元 原价145元 优伪装更实惠 现在买还有风物送 你手拿苹果六袋 不如我的冰狼三代 让你心跳加快 血液澎湃 就是冰狼的力量 它让你最嗨 就算你不是高不率 要自己打拼 未来 来跟我一起 创造属于最嗨的时代 最嗨 冰狼 让我真实在 最嗨 最嗨 就是我的心 你最嗨 冰狼 听起来 你心灰想着你更精彩 新智新果是最嗨 那么最嗨 新智新果就最嗨 最嗨 冰狼 金字亲共 天中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 这几种中药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中药 都可以做到这样的条理 或者一些小偏方 你知道现在都市人 很繁忙 你真是要他执弱 又要扎又要煲 很烦 有没有一些 我当心很简单易行 或者一冲就可以 这些可以喝的 有一种东西 应该比较适合 就是淡烛夜 就经常可以见到的 药店都可以买到的 因为弹竹叶它有清热力湿的作用 所以对于这种湿热型的 它的效果就比较好 比如说你小变黄啊 舌态比较厚腻啊 然后呢身体困重啊 那么如果说不是说虚得太厉害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是一种办法 就是对于湿热型的 那么当然我们刚才讲两个型吧 那么一变是湿热型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七阴亏虚型 那么七阴亏虚型的话呢 那肯定补虚的这个药材呢 就肯定要从僧里面去选择了 那么首先广东来说热比较多 那么我们讲阴虚有热 口干 然后呢想喝凉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西阳僧 这是最好的 就是说口干 喜欢喝凉的这种呢 我们就选择西阳僧 那么对于一些呢 它没有那么热的 它又有一些 但是也不是说虚得很厉害的 那我们又怕它 哎呀你这个天气这么热 会不会又上火啊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像太子僧 太子僧的话呢 它就补气 但是呢就没有那么燥热 那么这个呢 一般来说的话呢 就是可以带茶饮 就比如说五到十克切个片 尤其大家很习惯的西洋僧切个片 放在这个办公室泡水喝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对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而且这个可以每一天都喝 对这个就可以每天都喝 因为你的中药方 确实比较麻烦 对对对对 麻烦 而且你只能够说 就是连续喝一个星期左右 没错 但是这个可以每天都喝 就确实挺方便 还有没有呢 我们可以用货香叶 当然最好是货香叶 那你买货香也行 货香或者是配蓝 然后来煲水啊 或者是泡茶都可以 它可以去湿 但这个就不要用太长时间了 这个跟那个虚不一样 因为食症的话呢 它是会变的 虚的体质调整时间长 所以你泡一些西洋生水啊 或者是这个太子生水啊 这些的你可以长一点时间 但是你像这个货香啊 竹叶啊 这毕竟是去鞋的 你的胎退了 或者这个属湿的情况改善了 就不要再吃了 怕伤身体 我们刚刚呢 真的学到很多东西了 老师 大家呢 不妨用笔仔记下他 刚刚那些药方 和一些食疗方 跟着我们呢 我们短片这位朋友 他又说他有个脚仔 是对付这个住校 但是不知道这个脚仔 到底是否应该当 马上去看影片 自从得知 可白患住下之后 老婆就很着意 帮可白进行饮食条理 她听说 夏天吃苦的东西 可以有效帮助住下患者 清热解暑 就去了市场买苦瓜回来 准备煮苦瓜汤给可白喝 来, 喝汤 这是什么汤? 排骨苦瓜汤 苦瓜又寒凉 我身体又这么寒凉 能吃吗? 能吃吗? 当然能吃 这些是专治你的住下症 这么美? 是的 那先试试 请问喝苦瓜汤 可不可以帮助可白这种住下患者康复呢? 肯定能得吧 理由、理据、证据 寒凉, 还喝苦瓜汤 我觉得这家食物简直是雪上加霜 是谁 苦瓜有什么特征 不, 苦瓜平时夏天应该多吃 因为清热 然后苦瓜的爽口度很适合夏天吃 广东人很喜欢用苦瓜煮汤 但刚才提到那位伯伯 他本身是寒底 如果再吃苦瓜的话 可能会加重症状 首先就是根据何博的这个情况 因为我们看到他这个上楼梯都没有力了 这样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气和饮得不足的时候 确实苦瓜是不特别适合的 但是好在好在它是煲汤 有什么玄妙的地方 有什么玄妙的地方 因为刚才讲过 第一这个何博它有一个 这个症状 它有煩躁 所以它还是有一点热的 如果它连这个煩躁都没有 那绝对不适合了 它有一点煩躁的话 就是说还是有一点热 所以还可以尝试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这个汤它煲得很有技巧 它夹的是排骨 那排骨可以什么 排骨可以助脾胃嘛 就是使到这个虚的没有那么厉害 就像这个绿豆糖水这种结果一样的 所以呢就是说 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何博呢 那我们要看 要它试一下 如果它试了以后呢 它没有那么烦躁了 人也没有那么虚了 那我觉得是可以的 如果它试了以后呢 它烦躁虽然没有了 但是它疲倦乏力更差了 那可能就不太适合了 那其实我还想问到陈教授 就是说 有没有什么 就是在煮食饮食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真的要避忌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有煮液的话 一定要避忌 你这样几米菜买在一起 可能会更加劲 如果是说煮菜的避忌的话呢 可能还是要具体分体质 就是说因为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叫做 不合适体质的东西就不要吃 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但是很难 你比如说我很虚 但是我就喜欢吃苦瓜怎么办 那你也不能不让我吃 那这样的话 对 就是说 可以通过一种烹饪的方法去改变它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 其实人是很复杂的 我们总是希望把人想得很单纯 就是很多病人问我说 我是虚啊还是热啊 他非常希望呢就是 我能够确定我是什么东西 简单的 然后我就去 根据这个东西就去搞就可以了 就去治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是很难的 你比如说刚才那个阿伯一样的 他很明显的是七阴两序 但是他又加了一点热呢 对不对 我很明显的我是湿热 但是我的皮又不好呢 所以这个东西可能还是需要去 根据它的特点 然后呢去选择 然后再搭配 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合适 但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你刚刚讲到体质 其实好像你的人是寒底还是热底 我想说这个东西是否天生的呢 其实确实是这样的 人生它肯定是有体质的偏颇的 金木水火土 有的人是比较外向的 有的人是比较内向的 有的人是比较胖的 有的人是比较瘦的 那么它肯定是有偏颇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很多的 这种体质的不好 并不来源于先天 而是来源于后天的 你比如说很简单一个道理 第一 睡觉 我们很多人都很晚睡 很晚睡会上阳气的 而且是阳气能够浮月 所以为什么第二天早上容易上火啊 为什么睡觉不好容易上火 一你的阳气受损 另外你的阴气受损 这种虚的火降不下来 是吧 这是第一 第二你吃东西呢 我们都喜欢吃好吃的东西 好吃的东西肯定都是有湿啊 有志 有热气的 饮食不规律 生活不规律 你比如说 刚才大家讲到说 冬天 夏天开空调的问题 到底要不要开 这开 应该也是可以的 但是 其实不同的人还是有不同的特点 你刚刚讲到 我开胸调都对了 我们跟着这位朋友 就遇到了 究竟夏天开胸调是否好呢 量得多是否好呢 马上看看这段影片 可伯患了住下之后 很害怕热 经常全身大汗 无论吃饭、睡觉 都会穿着风扇 老婆觉得身体不舒服 就不应该吹风扇 不过可伯说不吹风扇很辛苦 怕流汗过多 更加会伤及阴俊 而病情加重 你现在本身有病 而且日吹夜吹不行 我不吹风扇 整身有很多汗 你继续这样吹 吹到抽筋 或者吹到磨嘴 在这里揍我 不信你就算了 你吹够了 到时候你有事 你千万不要找我 我不看你的 两个人争持不下 请问可伯这种住下患者 可不可以经常吹风扇呢 我觉得上一年多的人 忌忌风扇迎面吹 尤其躺在这里吹 慢慢地睡着 睡着 睡着的情况下 很容易有很多 意想不到的 可能永远都醒不到 就会出来了 真的可能随便 上一年多的人 我觉得这件事要有忌畏 第二,他想吹正常 因为体质里面很烦躁 是 他没有办法排解出来 排斥出来 但是不让风扇吹 他又烦躁,他就会发敏症 所以要和他清掉 即是你意思是适当地吹是有好处 是的,我觉得… 至少不要对着 他意思是不要吹风扇發教 如果他现在心理烦躁那一刻 但不要正面出去 比如说很多时候 我们会把风扇打到牢 反弹出来 那些弱风 相对来说 没有直接吹那么严重 我们要分三个层次来讲 首先 人体它是有一个自我的调节的功能 所以出汗就是人体的一个自我调节的功能 当你这种自我调节的功能被削弱 或者是被打破以后 确实对人体是有损伤的 就是刚才太太讲的 你吹得久了 确实会出现抽筋的 也会出现这种我们叫面瘫的情况 那么是因为风它可以剩湿 中医讲 所以你吹了风扇以后 为什么你觉得皮肤清爽了 就是因为它把湿气去掉了 但是湿气去掉以后 它就不断地汗会渗出来 你是不觉得它有湿 但是这种生散的力量是存在的 当然一般情况下 最健康的还是自然的情况 但是一方面随着现在气温的升高 另外一方面人的自我调控能力还是有限的 所以比如说你出汗很多 或者是确实很热 温度很高的时候 风扇还是可以吹的 但是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确实不要对人吹 现在这样的风扇都是摆来摆去的 这样的话它就模仿自然风 自然风为什么好 它对你一个调整的过程 你对着一个地方吹的话 这个风会进去 就是你会受到这个风邪的影响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我们还是讲那四个要点 就是其实我们讲注下 一定要抓住那四个要点 皮须 阴伤 热和湿 其实风扇能够给人带来的是什么呢 就是解决了湿的问题 风扇并不能够使皮须好转 也不能够使阴伤好转 那么甚至风扇是不能够降热的 你气温很高的时候 吹出来是热风来的 那么所以呢 如果是从我们从效果上来讲 就是说解暑的效果上来讲 那么最好的还是空调 因为它解决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它是凉的 凉的话呢它就解决了热的问题 第二个空调其实跟风扇 不一样的地方呢 空调是灶的 对吧 所以它的湿度低 所以你进到空调房 你会觉得爽 它是那种清爽的感觉 就不会说粘在身上的感觉 但是呢就是 怎么样用这个空调就很注意了 空调开得太冷 热是没有了 就变凉了 在夏天敢暑热还好办 要是寒湿那就更麻烦了 对吧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你从外面进来要有个过渡器 你在外面很热 肯定会出一身汗 这个时候不要马上进空调房 或者不要马上进很冷的空调房 让汗出完了以后再进去 因为你让汗不出完进去 突然间一收缩这个汗就出不来了 汗出不来湿就停在体内 听了我们陈主任所说的要注意的事項 四要素真的要记住了 但是其他方面呢 例如我们在生活当中 起居 是的 起居方面 睡觉或者是运动方面 还有什么要注意 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其自然 也就是说 当然古人叫做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那现在做不到 但一般情况下呢 因为本身这种住下的病人呢 他的气血都不足的 那么我建议呢 就是睡觉的话呢 最好不要十二点钟以后 你在十二点钟之前睡觉 这样的话呢 你的阳气能够固守得好一点 那么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的话呢 在饮食方面呢 刚才讲过了 就是你明明是这样的情况 那你就不要吃大鱼大肉啦 不要吃难消化的食物啦 另外不要抽烟 烟是心热的东西 不要喝酒 其实一个健康的身体 来源于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 只要你的生活习惯健康了 身体健康了 你也就没有病痛了 好 谢谢陈主任的 第一句话总结就是 得了住下不用怕 中医帮你搞正了 没错了 那么记住陈主任所说的四要素 而且是要因应自己的身体状况 来去进行一种调节和治疗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 没错了 如果大家对我们今天的中药方 食疗方 记不及的话 不要紧了 可以上我们广市网 三个www.gztv.com 来点击收睇 没错了 好,今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健康100分 健康生活更纷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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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